不少iPhone用戶反應在更新到iOS S14系統後 在主畫面加入系統內建的大時鐘 但是大時鐘上面的秒針不會動 這邊和大家分享兩個解決的方法 很簡單喔 首先讓你看現在秒針不會動 然後到設定一般錯了 到輔助使用動態效果 減少動態效果打開 然後回主畫面 看一下秒針會動 你現在可以再到設定裡 把減少動態效果關閉 秒針還是會動 分別人 分別人 分別人